日前幾波封面為台東地區帶來降雨 嘉明湖的水位持續恢復 是近兩年來最滿的水位 而隨著國內疫情看似有趨緩跡象 許多山友都希望疫情在7月12號之前 可以有微解封的機會 而嘉明湖沿線在兩處的山屋 都出現了預約的熱潮 台東嘉明湖先前因為缺水的關係 湖面大幅縮減 但在前幾波的封面帶來降雨 讓現在的湖水水面恢復到8分滿 同時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禁止民眾登山 但清潔人員還是定期前往山區 進行環境清潔 沒有人的嘉明湖在此時變遷得十分漂亮 而目前國內連續7天確診人數降到百人以下 部分地區甚至開始有條件的開放夜市 有微解封的氣氛 連山友也月月遇室 希望登山也可以微解封 而在7月17、18日的週休假日 已經可以看到山屋的預約人潮 雖然只開放了半數床位 但假日時段已經全部而滿 台東立管處表示 若持續維持三級警戒 床位還是會取消 7月12日之後 如果還是維持在三級警戒 那我們山屋還是暫不開放 那如果降為二級警戒的話 我們山屋會有條件的開放 原本一座山屋容納70個人 那我們會降載為二分之一 就是容納35個人 這樣的話讓山友在山屋裡面的活動 跟住宿的空間會拉大 那目前看來7月12、13日 因為它是非假日 所以申請的人數並不多 都還是在個位數 那之後的假日 大概每一天都有200多人申請 台東領管處強調 在疫情期間 登山活動必須遵照 疫情指揮中心的指示 一旦山級警戒沒有降級 還是無法開放登山 領管處也將會退費 給已經預約山屋床位的山友 記者陳吉林 台東市報導